好,這邊一開始我先做這件事情 先把它切到 其實應該就是這個角度吧 那在這個角度裡面其實這個手指頭稍微排一下高度 它不會完全是平的,應該有點高度的差別 然後呢,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去接了 那接的話,先把模型全部選起來,執行Match Combine 把Combine完以後呢,準備要接,接的話呢 因為我這邊的部分大概 手指頭的那個位置是絕對對的,但是手掌那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平的,這個應該絕對是錯的 所以我想要取中間值 乾脆取中間值,所以我都選了一個合併到中間的那個指令 還有一個這個Merge Merge to center 嗨,早 放心我才剛講而已 對,你可以動作慢慢來 對,不用擔心,沒什麼 Merge to center 然後這邊就一直執行這個指令 然後這邊就一直執行這個指令 去縫合 按快速鍵G,一直重複這個指令 我會有些人可以選擇 我會先說 不用擔心 謝謝 我不會選擇 你這是什麼 我可以選擇 我也會選擇 我可以選擇 看過 我不會選擇 我不會選擇 上去 我不會選擇 我不會選擇 谢谢观看 没什么技巧啊 就是一直缝啊 哎缝完了 呃好 缝完了就先把这个mesh呢 嗯 smooth一下这中间好了 所以这边我先把mesh的sculptgeometry tool 交出来 sculptgeometry 好交出来 交出来以后呢这边用relax或者是用smooth 我觉得可以先用smooth看看好了 它的强度是 先不要改 b按子不放 看一下 好 好这第一个步骤 需要先做吗 不需要的话 我就先去往那边 其实这边就是缝缝而已啊 smooth 好那就大拇指吧 大拇指的话大概就选这边的面 一二三四 不过你要 ish处之前 可能可以先整理一下 这边的 的点的这个位置哦 你可以先把这边的点呢 稍微做一点调整 好 我可能调过头了 好 这边呢做 is true is true之前呢要注意 keep face together 有没有够哦 这个很重要哦 不然到时候就变四片了 好 这边呢执行 is true is true的时候呢 它的轴向如果是错的 因为它是往下嘛 对不对 然后点一下这个switch 它就变世界坐标轴的模式 你可以直接这样拉 你可以切到top 看一下 好 这边大概随便拉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拉都不会拉的好 因为直接调点才是 比较实际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 选点 那这边呢直接调点的位置 因为就直接把这个点呢 放在大拇指末端的位置 OK 看一下 所以 蛮恐怖的 可以缩一下 可以缩一下 再缩一下好了 好 呃... 大拇指的根部这里 我想用sculpt geometry tool 来处理一下 sculpt geometry tool 我用pull的方式 哇... 太多了 OK可以 大概一点就好 那这边好像太多了一点 这边可以 这个vertex往下降一点 好 现在切到 上市图 切到上市图以后呢 我们现在调 这个大拇指呢 大概应该要 这个关节的位置把它调出来 点的位置好像也没有调好 好...好多了 好... 现在选面 这边呢 用切割工具来切 用carface tool 这边选interactive 进入切割工具 拖拉 先选面是要 让这个切割的范围 限制在 选到的面 不然的话 整个手都会切到 OK 切的时候大概要放射状 就想像这边可能有个中心点 之类的 好...这样切完以后 呃... 选线好了 快速点两下 调一下位置 这个位置需要 稍微调一点好了 OK 好...然后再继续用carface tool 呃... 用carface tool的时候要注意哦 选面很... 很重要 不然到时候会割到 不该割的 再用carface tool 好... 好... 再选面 carface tool 好... 在这个位置啊... 选面 carface tool 好... 在这个位置啊... 好... 好... 呃... 这一个好像... 最后这一集有点怪怪的 哈哈... 给我弄得有点好笑 对...好... 好... 你现在呢... 应该让这个大拇指呢... 这些... 布线呢... 应该往下一点 诶... 少选什么 好... 诶... Ctrl按针不放 去掉一排 诶... 怎么有一个... 这是vertex吗... 这是vertex吗... 是... 好... ok吧... 可以哦... 剩下的可能就是微调吧... 咳... 就是你可能自己要调一下这些... 点的位置 做一些微调 调到你自己觉得... ok为止 好... 这可能跳得太大了... 就差不多了... 再来就是一些微调啊... 就是可能用Sculpt Geometry Tool... 我先把这个Normal调成收份... 这个Edge可能可以先关掉... 看看... 形态是这样子... 这个Show Grid也可以关掉... 因为网格其实造成视觉上的干扰... 好...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用Sculpt Geometry Tool... 再调一下... Sculpt Geometry... 那这边呢... 用一点点Pool... Pool的Strength... 是... 底一点... OK... 你刷到大小... 这时候就突然觉得很想用ZBrush... 呵呵... ZBrush做这个好快... 就是你... 你做完这样的一个模型... 可以丢到ZBrush... 可以叼超像的... 好啦... 我讲讲而已... 呵呵... 时间... 上的问题... 再来就是一些微调啦... 这微调没什么啦... 就是你自己觉得... 怎么样弄比较像... 你就自己调一下... 然后... 指关节... 这边的指关节啊... 这个可以... 呃... 一样用Sculpt Geometry... Sculpt Geometry... 皮刷条小一点... 诶... 强度调弱一点... 刷在... 关节的位置上... 刷一下... 哇... 太过火了... 这时候就真的很怀念ZBrush... 因为ZBrush的Smooth... 是按辅助间就出来... 可以跟他下桌 compliance... 对... 就过火了... 嗯,ok嗎? 可以齁,就大概是這樣子啦 就一些重點嘛,那個哪邊會凸的,你自己看你自己的手 欸,這邊是凸的嘛,這邊是凸的,這邊是凸的,對不對 然後底刷稍微輕輕的這樣,刷過去 然後再來是關節的部分,刷過去,刷過去,刷過去 不然你要調點也可以啦,我是覺得調點太慢了,所以我才用筆刷 ok嗎?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彈幕紙的形狀,有沒有,凸凹凸 有沒有,凸的凹的凸的,形狀把它弄出來 可以齁,來